反正你保證一定做得出來 將來當然程式會更融長 後來VVA程式 我們後來會後面會講到像資料庫 像也許跟那個email信箱自動發信件 或者是從網路上抓資料 或者是說自動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讓人家key一下自動幫你查 批次查詢等等的後面蠻多複雜的東西 如果你一下沒辦法寫出來沒關係 至少你要懂得複製C、C、C、V 要貼對地方 這個都必要的 然後比如說這樣標準體重好了 這個底下也有 從這一段一直到end 一定有頭一個尾 然後其他的話有一些變化題 我們按部就幫他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產生一個那個按鈕 這個按鈕都按下去之後 自動幫我把這個標準體重做出來 這個比較基本的就是按下去 它就出來了對不對 旁邊你可以在這個欄位加 這個是延伸性的 以後也許你可以把這個取代 這個可以取代它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該怎麼做 有個清楚 反正這個清楚也很簡單 另外可能也許多一個是否標準 這個是否標準是延伸前面好像沒講過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拿 一般很多同學會問說 老師你講的我都會了 可是一旦變化它就不會了 比如說我問一個問題說 是否標準 標準體重怎麼比 也就是說呢 這個標準體重 這兩個相比較 也就是說它如果 應該怎麼比比較好 如果說它的原來的體重 標準體重跟它原來比 是 什麼啦 過輕或過胖好了 或者有沒有一個標準 那大概顯示出來 可以顯示過輕過胖 或者其他的 可能多重標準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 要不就是你設定 是或否 要不就是過輕或過胖 或者標準 反正三個標準 甚至還可以更多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延伸性的再來看 那當然這個地方 等一下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是否標準 那比如說呢 也許在正負5%之內算標準 假設啦 那你這邊怎麼寫 我當然如果說有個按鈕 是否標準按下去 自動幫我判斷完 那當然最好 好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標準體重這個地方 按下去怎麼出來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 我前面講過嘛 一個回圈範圍先給它 比如說3到最下面一列 那由這個b3去偵測 往下 偵測 這個範圍先確定嘛 那回圈寫完之後的話 再來寫什麼 寫那個我們剛剛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就是 可以分階段 如果沒有男女判斷的話 那就直接用run的 但是如果有男女 比如說我剛剛有男女的話 那我就抓伊蘭裡面的資料 伊蘭salesi.1 如果他是女生好了 女生的話就是乘上那個 就是把標準體重再乘上1.05 那程式如何撰寫 我想如果這個應該算是基本的 前面我們有寫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基本上寫完的話 第一個就是這個範圍的部分 就是for i等於3 所以你直接可以在上面這邊 可以看到3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話 我從b2去偵測 或b3偵測都可以 最下面一列 然後判斷 這邊第二個是要判斷男女 那如果假設是女生一樣 比如1欄裡面是女生的話 就是這一欄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salesi.1 那輸出結果的話 輸出到g欄 所以輸出到g欄 ok g欄這邊 g欄這邊 然後呢 輸入什麼東西呢 輸入這一個剛剛的公司 基本上 剛剛的寫法其實都可以沿用的 也就是說呢 從標準體重 標準體重的表示方式是c欄 所以你這邊可以用一個salesc 幾次方也是一樣 好 乘上22除以1萬 在乘上多少